不过这起娃娃车翻覆的意外 到底是怎么发生了 警方看了双方的行车记录器 发现车速其实都不快 但是娃娃车的车身已经超过一半了 已经超过十字路口 而机程车却没有减速 直接的撞上娃娃车的右后方 才会造成娃娃车翻覆而且滑行 因为马路的两边就是高低落差 大约1.5公尺的田 但幸好娃娃车最后是停在马路边 没有直接翻覆下去 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 挡风玻璃底部有长条形的裂痕 左右两边也有放射线碎裂 右后方的轮胎周边板筋也被撞凹 可见车祸发生的当下撞击力道不小 车上11名小朋友和随车老师都受了伤 娃娃车驾驶有吸安全带没有受伤 但娃娃车规范怕意外发生 当时小朋友没有办法解开安全带 没有强制配备 所以计程车撞上来的时候 孩子们只有扶手可以抓 没有及时抓牢的就被抛离开座位 警方初步了解 娃娃车执行磁航三路 计程车执行雪峰路 娃娃车一半的车身已经过了十字路口 计程车从右后方撞上来 娃娃车当场翻覆滑行 差一点点就摔落田里面 知道车应停让干道车先行 干道车应减速慢行 幸好当时双方驾驶的车速都不快 否则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既然车上驾驶要在儿子上学 过路口的时候没有减速 不排除是分心才造成这起事故的发生 警方要进一步理清 海外新闻张正惠 黄飘华 刘俊南一览报导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